战地伪装 吹噬班迅速展开装备 一切按实战要求进行战地烹饪 野战吹噬车仅需4名吹噬员 就可以为100多人进行热食保障 它可以做到行进间烹饪 也就是车动人不停 车停就开餐 完全能够保证战斗在哪里打响 饮食就保障到哪里 虾仁与彩椒相聚 既美味营养又色彩缤纷 狭小的空间也影响不了班长的厨艺发挥 烹饪过程快速而流畅 让人佩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火焰烹饭 火焰喷射 志在消灭完毕 宽油猛火 准备消灭排骨 让排骨下入 进行小火慢炸 小火慢炸主要是能够将排骨彻底涂铺 排骨过油是要它外表焦脆并锁住里面的水分 但此时它们还是半成品 它们的美食进化之旅还有下一站 干辣椒稍微要锅放一次 下入排骨 进行翻 消风 佐料爆香 放入排骨 继续烹炒 咸香麻辣 这道香辣排骨 此时已经香气四溢 一定会让训练归来的战友口舌生金大快朵银